各位朋友大家好 香港人真是太有智慧了 這次反送中運動堅持了四個多月 他們能夠堅持這麼長時間 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戰術 可以說是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 那當然了香港警方、香港特區政府 以及他們背後的中共就有一些窮於應付 所以他們每一次出台一個政策 香港人就有一個辦法來對付他們 讓這個反送中運動一直持續下去 就在10月18號週五晚上7點鐘 香港18個區的人同時舉行了一次大型的抗爭活動 這次活動叫做和你拖蒙面人鏈行動 什麼叫做和你拖呢?這有兩層意思 第一個就是和抗爭者一起脫手 香港人這個廣東話裡面他把牽手叫做拖手 大家一起手拉手聯繫起來,大家一起來抗爭 這是第一個意思,團結同鬥,一起行動 第二個意思就是和中共拖,把你們拖死和港府拖 把你們拖垮和警察拖,讓你們精疲力盡 這就是港人的和你拖的這兩層意識 這個裡面呢,隱藏著巨大的智慧 因為現在香港警方現在已經是經過四個月的這種鎮壓的行動 他們已經是精疲力盡了 很多警察他已經在心理上面,在體力上面都已經透支了 所以說現在繼續這麼拖下去,對警隊的這個士氣 那是打擊非常大,只會讓他逐步降低 最後達到那個士氣消失的這種臨界點 那第二個呢,就是和港府 這個林鄭月娥的這個港府高層和他們拖 他們現在也是如坐針瞻,大家去看一看林鄭月娥 現在的那個面色跟五個月以前相比 那是大不一樣,那個表情是大不一樣 這說明這些人心裡面也是非常的煎熬 那一方面是香港700萬人的這個名義,天天都在打他 另外一方面是中共那邊對他也是非常的生氣 最後啊,即使是把這場運動平息了 但是惹了這麼大的禍 他在其中承擔巨大的責任,所以中共最後也得處置他 所以這個人呢,還有他下面的那些高層 比如說這個保安局長啊,警務處長啊,警務副處長啊 這些人也是飽受煎熬,那和他們拖 最後就會把他們拖垮,那最有智慧的是和中共拖 現在大家都知道中共它處在一個他們篡讀政權以來 最困難的一個時期內外交困,外有貿易戰的壓力 有南海軍事衝突的這種潛在的這種可能性 那內呢,經濟一直在下行,民怨一直在上升 而黨內呢,他們又四分五裂,勾心鬥腳,矛盾重重 現在四中全會要召開了,到時候啊,黨內會不會啊 突然群起向這個習近平發難,這都是未知之術 所以拖下去,讓敵人出現了內部出現裂變 讓敵人出現弱點,讓敵人犯錯誤 最後給他們一擊,這是最厲害的招數 那麼現在呢,就是先大家一定要把這個運動堅持下去 先讓這個反送中運動立於不敗之地 然後等待敵人呢,出現漏洞,再給他致命的一擊 所以合理拖啊,最後就是要把中共給拖死 時間是站在港人這一面的,只要反送中運動一直拖下去 最後剩的一定是香港,一定是自由民主人權法制 所以合理拖,這個裡面呢,蘊藏著大智慧 那這個蒙面人戀呢,也是很有意思 蒙面呢,就是大家都戴上面具,戴上口罩 那林鄭月娥不是公佈了一個叫做反蒙面法嗎? 那現在大家都公開的來蒙面,這麼多的人 一起來蒙面,看看你這個法律怎麼能執行 人戀呢,就是手托手,這個在8月23號已經舉行過一次 這是當年波羅的海三個國家的老百姓 反抗蘇聯的暴政的時候採取的一個手法 那現在香港人把這個手法借用起來 在香港已經運用過幾次了,效果非常的好 展示了反對派的這種彈劫的一致行動的這種能力 而且呢,它有這個宣傳的效果 它會造成一種宣傳上面的一個聚焦點 這是行為藝術的一個最高的一個境界 那有些人說呢,就包括美國的這個總統川普 他前一段時間就說,香港現在遊行的人數少了 看起來呢,這個事件呢,正在平息下去 他告訴習近平說不要著急 這個事件呢,他會自動的 take care of itself 這就是說,他會自動的平息下去 那麼是不是如此呢?現在看起來並不是如此 不知道川普他是誤判呢 還是故意的在麻痹習近平 在給習近平吃定心丸 要他不要急於在香港搞鎮壓 無論他怎麼樣 但是香港現在的反送中的這個局勢說明 勢頭並沒有減弱,並沒有平息下去 而是一直在堅持,而且一直在發展 勢態一直在向著反送中 有利於反送中的方向發展 和四個月,五個月以前相比 現在的局勢是有利多了 對於反對派是有利多了 不錯,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確實是沒有出現過 像609、612還有818那種上百萬人的 過兩百萬人的大型的遊行集會 但是這並不能說明 香港現在的抗爭勢頭就減弱了 沒有出現大型的遊行集會 那是因為港府他們在壓制這個運動過程當中 不斷地在調整策略 那有一些策略呢,它起到了一些作用 比如說當你民政或者是其他的機構 每一次號召大規模的遊行集會的時候 港府就命令香港地鐵停止運作 地鐵是香港的交通的這個大動脈 一停止運作 那麼香港四面八方的人潮 它就不能夠匯聚到一處了 這就不能夠出現大規模的聚集的這個場面 那麼香港的抗爭陣營呢,他們也得調整策略 那麼它調整的是什麼策略呢? 那就是四面開花,四處出擊 在各個區香港各個區啊,同時展開行動 那在一個地方雖然沒有大規模的人潮 但是你把所有的這些啊 中等規模小規模的行動加起來 那也是相當相當的可觀 對於這個港府對於中共的政治上的衝擊力 那也是非常非常的強大 所以就在昨天啊 不僅僅在這個晚上有18區的蒙面人面的行動 而且在中午也發生了啊 展開了五區午餐時間大遊行 在五個香港五個區啊,那些上班的人 那些上學的人呢 他們同時利用午餐的時間走出來 戴上面具一起走上街頭進行遊行 而且遊行的時候還唱 願榮光歸於香港這首歌 所以說這個在政治上呢 對中共對於港府也是衝擊力非常大 在這個午餐時間遊行的過程當中 港警他們也必須得出動啊 因為他們必須得去控制場面啊 那港警他們也在當時想阻止這個人流 他們舉起了黑旗警告說不能遊行 因為你們這個是非法的,沒有經過批准的 但是呢,因為參與的人太多 有些地區老百姓還周圍的那些圍觀者 就把這個警察給吃退了 因為警察他突然來不及調集那麼多的人 所以說他們在眾多的民眾的面前 他們只能夠後撤 所以這次遊行非常的和平 只要警察不使用暴力 那麼遊行基本上都是和平進行的 和平進行的,他在這個政治上照樣有衝擊力 這就是說明你中共在香港已經沒有管制能力了 已經失去了民心,已經失去了控制力 這是在政治上對他們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 而是在這個正盡補刑 但是,你在這裡的安全比 甚至是在等級補刑 那麼既裏